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二讲 难得给各位介绍一项骨珠 骨 不是骨老的骨 是骨头的骨 骨肉相称那个骨 骨隔的骨 乍听起来蛮可怕的 骨头做的 其实骨头就代表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在人相学一本高境界的书 神骨兵剑 相传是真狗番做的 有七章 第一章最重要的 神骨章 神骨兵剑 所以说人向人 最重要的经典 薄薄的一本 言简而易甘 七章里面 为什么把神骨章 它名称就叫做神骨兵剑 把神骨摆在最前面 三千不崩 为时为正 骨之为也 他第一句 我引述他开动命的原文 欲云脱骨为康 其随时存 神之为也 三千不崩 为时为正 骨之为也 这个三千是指的 不是真的指的山林 是指的我们一个人身体的躯壳 我们常常讲一个人 玉树临风 讲的一个人 亭亭玉立 除了他外表肌肉的美 很重要 他有很好的一个骨相 女生讲的亭亭玉立 一朵花 一朵莲花 也是亭亭玉立 就他有那种骨 他有那种风骨 男人呢 蒸蒸铁汉 玉树临风 就是讲的这个骨 就讲的这个什么 一个风骨 自称的一个人 三千不崩 为时为正 这骨相是非常的重要 就说哪里好一点 坏一点 差一点 没关系 那骨相不能差 我看了有些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还有一些财法级的人物 我每次一看 心里有数 我们一个相学大师 你看某一个人 甚至于家族 骨相都崩塌 那就糟糕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 举比较远的例子 我们尽量 按理说这个尽量是 少举人民 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翁大明以前不可一世 自己除了经商成功 而且商场上呼风坏 股票不弄产 都少不了他的生意 还重要了 国会议员 立法委员 他 拉帮结派的 跟随着他 甚至于他自己后来也当了利益 可是为什么一系之间崩盘 这就是骨相 虽然他到了后期留了胡须 可是为时已晚 骨相就是什么 年轻的时候风光 中年的时候什么 大成文 到了老年的时候就不行 因为帝格才有 骨相的帝格 我是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 因为尽量少举这种 我们要保留一点点 很多 还有不止民道性的 现在还有 在那边 煤飞涉舞的 在那边 意气风发的 甚至一直气死的人 我们看完了 他到了某一个年龄 他会形成一个断崖式的这种坠路 我们讲他的运势上 骨头重的当然重要 用骨珠 我这个是108颗 只有在西藏藏传佛教里面用骨珠 其他的都没有用 因为跟他的地理文化都有关系 习藏人 死了的时候 用的是天藏 他这一种 你表明是残忍 你早期电视上有报道 后来就不敢报了 就是 怕人家说这个 这是他的一个习俗 这是 换句话说 从天藏的仪式上来看待 我们的骨珠的话 他讲 不外乎是一种什么呢 强调人世的无常 代表人世的无常 也代表一种 佛家讲的一种空 光溜溜的来 光溜溜的走 是一种空 你要放下一切 你要不要去直向 不要去着向 你能够放下心中 放下 我们心经也讲了一些 我们要能够度到彼岸 能够什么 得到菩提 你必须 第一件事情 你就必须要能够放下 先要面对自己 你能不能放得下 放不下的人 千尝挂度的人 你永远修不成佛 修不到菩提 所以他也鼓足的 有另外一层意涵就是说 人世是无常的 我们修佛的人 必须要先让自己进空 先让自己空 而且要空得干净 你空得干净 你才能够 往菩提的路 往菩提的方向去走 最后 最后得到国阵 这个是古诸最基本的意涵 也是最重要的意涵 跟我们讲的 人世的无常 要能够空 能够放下心中所有的牵挂 能够空 这是必经之徒 这个古诸 真正的古诸 最早的定义的古诸 是非常严谨的 我曾经不要说在西藏 我在外蒙 我在外蒙那时候去交流 我们之间的交流 对方的官司的一个访问 对方也是蛮高阶的人来接待我们 也在这带我们去参观 除了住在牧民家 感受一下 还有重要的寺庙 就是在乌兰巴多近郊的 几个小时车站能够到的寺庙 我们几乎都跑遍了 有的古诸 那个寺庙里面 就是藏传佛教 百年千年 藏传佛教 他很多法器就是人骨 人的大腿骨 就是乐器 嘎巴拉 人的那个 顶骨 颅骨 做成了隐器 法器 包括 这个古诸 人骨做的天诸 最早讲的 人骨做的天诸 是高僧大德 死了以后 经过了天杖 天杖完了之后 把他的骨骨 或者是什么 最好是骨骨 或者是顶骨 就是颅骨 或者另外 这叫植骨 我们佛骨设立 以前 以前来过台湾 法门市的那个 佛子设立 就是 为什么 他是有他的这个道理 我们常讲眼道 手道 手道 手道是什么 高僧大德的手印 他在什么 持印的时候 羞耻的时候 他有手印 所以这个 手的植骨 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不管是骨胃印也好 是什么 这个这个 降魔印也好 这个 是羽悦印也好 都在什么 杜昌生 就是手指 手立 就是植骨 可以作为 骨珠 我讲的是人的 这些都是人的 骨珠 还为什么说 最好是美骨 美骨的一个印 美骨的那个 这个印度 就接近玉的这种 印度 它容易玉化 一个高僧大德 美骨怎么做一枚 108颗 就108个高僧大德 真正的一串 人骨的一串 骨珠 说明它要 快则十多年 慢则数十年 甚至于百年 它才能完成 真正的一串 这是讲究的 美骨 质地又好 而最重要的是什么 美骨穿心 美骨 就代表什么 高僧大的 眼见的一切事物 它的一个眼界 它的一个境界 透过美骨 从心 心道而眼道 而最后呢 手道 所以它就是有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意涵 它不是平白无故 其它生态骨骼 一概不能用 美骨 颅骨 直骨 所以真正的一串骨珠的话 不能以价钱来衡量 它完全是一种缘分 它完全是一种什么 一种殊胜 最为殊胜 最为的精华 大概108个高层大人 实际上我人 念珠 我有两串 有一串更老 因为到后来 它已经掉渣渣 那一串子 已经盖化 而且它旁边有香的猪猪 红色的粉 红色的那个叫 珊瑚 还有珊瑚珠点缀在这上面 可是因为时间久了之后 它已经会有一些掉渣剥落的现象 就被我太太收起来了 就用个塑料套套起来 摆哪里 就不见了 这么多年 我怎么找就找不到 所以这也是一个缘分 那好像是有生命似的 突然之间就消失在我眼前 就给我这一串 非常的坚实扎实的 这么一串 上面没有香珠宝 但是它却又有那些什么 真言 甚至用那很古老的符号 加跟减的这种符号 plus minus的这种符号 来作为传递修行的 也重要的那些 所以这一串是我经常拿手上把玩 或者配在手上 然后什么 摆在心上 当作我个人修养 不要说修行 修养的一部分 这个古著啊 讲到这个古著 不能不讲到高增大德 高增大德的 美心骨也好 它的植骨也好 不容易得到的这个补助 硬度相当的高 你看 拿到我上 这自然的 也没有上任何的颜色 它自然的就成这种 这个叫做什么 象牙式 叫象牙黄 大家这种象牙黄 油润的就跟玉一样 已经可以说 已经育化了 已经育化了 好 我再讲高增大德的一个故事 高增大德 每一个高增大德 它的美心骨 只能做 一个 108颗尺 之一 相传 高增大德 在战乱之中 被 士兵 拿了枪的士兵 就武装的士兵 或者是 早期的没有枪 最起码他有刀啊 或者 那个枪 以前的那个枪 不是这样的棒棒棒的这种枪 是那种长毛色的枪 抵着脖子 就准备要刺死他的时候 这位高增大德说 等一下 叫他等一下 诶 这个人 惊讶了一下 这个大兵呢 诶 惊讶一下 你别看啊 在战场上瞬息万变 你别别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乌俄战争不过进行了一年半 一年半之前的 乌克兰人 我有很多乌克兰朋友啊 我们以前在伦敦的时候 很多乌克兰人 聚集在伦敦 不管学语 语文也好 找工作也好 乌克兰人很直爽 很容易 你要是真心对待他 他也会真心对待你 很容易就打成一片 乌克兰人 体力很好 很直 你看现在的重量级拳王 重量级跟次重量级 冠军 都是乌克兰人 都是乌克兰人 在那之前的 这个基辅士的市长 当了什么 世界重量级拳王 他有203公分的身高 当了十年的 世界重量级拳王 另外的五年是什么 他弟弟 身高也198公分 两个巨人兄弟 当了五年的世界权王 后来败给英国的黑人 安德尼·杰西尔 最后把他击败 因为年龄的关系 一个40出头的人 跟一个什么 20多岁不到30岁的人 那当然 他的风华已经过 但这两兄弟 持诚在重量级拳场 当拳王 具有金腰带拳 15年 给光与 这 Joshua 后来又被击败了 被谁击败呢 也被乌克兰人 就是这个市长的 兄弟的 朋友 被现在的乌士兰 给打败 所以乌克兰人 当世界重量级拳王 才能有20年 就近20年光阴 光阴都在他们身上 10月份 英国另外一个大巨人 206公分身高的一个大巨人 那个泰森 名字也叫泰森 要去挑战 乌克兰人 觉得很精彩 所以我对拳击 我很有心 讲到拳击不能 不讲到乌克兰人 讲到战争不能讲 乌克兰人的战争 战性之强 其实他们这么匮乏 物资这么匮乏 国家这么贫穷 得到西方的援助 之后 他们能够跟俄罗斯 这么强大的俄罗斯 能够势均力敌 这就很不容易 死伤无数 民族性有关 民族性 所以 讲到了战场的那个残忍 我们经常看来 那个 都不适合在公开场合播的 那些乌克兰人 被俄罗斯人 或者俄罗斯人 被乌克兰击毙 又或者那种 集体的屠杀 用屠杀式的 或者碾压式的 或者像绞肉鸡式的 这种杀法 这就是战争了 好 我们再拉过来 其实在一年半之前 战争 还跟武生平呢 西线无战事 连他总统都说 乌鲁斯 不会打 不会打 他就打 梅克尔警告他的话 他不听 他听老拜登的 他听老饭爹的话 今天下场就如此 好 梅克尔是个智子 女性之中我很崇拜他 他是个智子 好 那这个大兵 一枪就要刺下去 高山大人 等一下 愣在现场 高山大人 拔地而起 拔地而起 飞升而起 再重新用什么 重重的地心领地 再坠落 再坠落的时候 他已经死亡了 而且成了打坐的姿态 已经成了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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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瞬间 他把自己 瞬间 远及 是为了 救渡这个士兵 要杀他的士兵 他救渡 为什么 在佛家那样 杀人 就是 救人一命如灶 七疾浮屠 同样 你伤一个人的话 你要下地狱 他要救了 他眼前要杀他的这个人 你不杀我 而我亡 这是我自己的事 与你无关 你看 要杀他的人 他就去救渡人家 顿时之间 他就远及 而且大乘大坐的姿态 演讲 演讲 演讲的那一滴泪 就是莲花 世间最美之物 在佛家来讲 就是莲花 你有善心 有莲花心 美景 莲花 莲花 代表的那种圣洁 美 幻想上 每一个美心骨 他就代表的是一朵莲花 一朵至高无上 纯洁无瑕的莲花 要杀他的人 他都去救渡 了不起 所以高僧大德 我们 不能 等贤世子 好 最后 我把他拉回来一点 最后 现在坊间的 绝大多数 都是动物的骨骼 西藏牦牛多 牦牛骨骼非常好 很健壮很精实 牦牛骨 当然牦牛骨可以看得出来 牦牛骨 牦牛骨 就是 它有那种 特殊的那种质感 跟牦牛脚都很容易变质 这边我们就不 不当做做重点 因为很多人 我想玩家都会清楚 还有鹰骨 老鹰的骨骼 老鹰的骨骼 古人呢 就喜欢用那种飞禽的骨骼 我们第一次八千年前的笛子 我吹笛子的人 第一只骨骼 第一只骨骼 是什么 就是仙鹤 和仙鹤的大腿的大腿骨 做成的骨骼 八千年前 人就喜欢用 我讲的老鹰 我们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 马卫都 马卫都几年之前 专程 不做飞机 用陆路 开车 当他有司机了 开车 载载他 由四川 入藏 一路走到那很危险的那个山路 进入西藏 整个进入西藏 参观 整个进入西藏 体验西藏人的生活 观察西藏人的这种文化 观察西藏人的这种宗教的仪式 和他的民俗风情 他唯一带回来的一串 他除了很多的心得之外 他唯一带回来的一串 就是一串骨猪 在路上 他不是在市集上 他在荒郊野外 在路上 牧民 在牧牛的牧民 身上淘下来的一串 听说那个价钱还不算便宜 买了这么一串骨猪 他旁边的人说 这个价钱可以杀杀价 马威都说不杀杀 因为这骨猪啊 被牧民带的已经像这样 已经整个都郁化了 观察他家里传宗接代的 这个东西 经过了数十年 甚至于上百年 这么一串骨猪 是人家身上仅有的一串值钱的东西 你再去杀人家 再嫁一嫁 而且马威都也很富有这样 他那一串老鹰的骨头做的 唯一他带回来的一串骨猪 就是他在冒着生命危险 旅游西藏的 两个礼拜的时间 半个月的时间 唯一 除了他的观察心得 唯一带出来实体的意见 就是一串骨猪 所以这骨猪在人心目中中不重要 当然到后期已经有很多 有动物的骨骨 来作为一种体态 人骨是最高境界 就是我刚讲的高深大德的那种心 那种菩提心 那种莲花心 跟他眼角垂落了一滴泪 幻化而成的莲花 传递的意志 传递的意涵 来得更重要 简单给各位照一下 这个是 跟了我这么多年 曾经有年轻人 想要从我手上得到这一串 也是被我拒绝 我觉得太年轻的人 你要是 这真的是要有缘分 收藏得要有缘分 尤其是什么 法器类的 尤其是什么 人骨 或者骨猪一类的东西 你要有相当的这个 道德的高度 或者你要有相当的这种什么 对事物的这种参悟 我们不讲一定说是佛家 我们讲 你对从宇宙观也好 哲学观 人生观 你必须要有相当的一个历练 可以相当的一个理解 而不是把它纯粹当作一个玩物 不是这样 它可以在你手上玩 可是它在你心中 就是108颗的莲花 108颗的莲花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或者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修养 有这样的一个意境 你才配得到它 这是一个 等于说缘分的最大 这是什么 最大的一种缘分 这是什么 一个殊胜的 这么一点圣物 所以我们必须要的 要珍爱它 至于人骨受骨 怎么分 我们这边就不跟干 大家讲到这么 这么样的赤裸裸 其他的地方留给各位一点 想象空间 有人说转一圈 转一圈 转一圈一样 它的几个角度看起来都基本上都一样 有人 既然我听到大家的心声 我就跟大家转一圈看一看 人骨念珠也好 或者什么骨珠也好 或者瘦骨念珠也好 它其实代表的意涵 都是 108克莲花心 这是 值得我们 再三 思索 再三玩味 跟它 抱持了一个什么 敬仰的心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么一圈 108克莲花的 骨珠 谢谢各位